大家好,我是怪修成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6日 咱们来做一下复盘 那么像今天 商政指数高开低走为哪班 创业版纸是否破位 咱们来详细的进行分析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商政指数 商政指数今天是处于给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根阴线 而且是带量的 那么创业版指数的话 对应的它是直接走了一个小平台破位 小的趋势性的破位 那么怎么去看呢 我们从几个维度 第一的话呢 先看商政指数 商政指数的话呢 咱们对它的一个态度 前面讲的一个视角是什么 像上 要密切关注有没有核心的进攻的板块 量能不能配合 以及 有没有主攻的板块能够保持强势 那么向下的话呢 那么以上周五的阳线实体作为一个防守位 就是上周五的阳线实体 那么上周五的阳线的低点3573 3570一带 如果说呢 后面震荡当中始终不破这个阳线的实体 那么呢 它依然是还可以去短线 还可以去玩耍玩耍 如果说呢 破了前面这一根阳线的实力部分 那么防范的是属于 强顶分破五军的节奏 好 这是对商政指数的一个日开线图的一个表达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好 那么从更大的一个周期图上面来讲 对于我们当前的一个市场 它依然属于大震荡结构下的小震荡 那么但是今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剧情 那么呢 高开低走大英镑 而且呢 半水面的方量 这跟周末的一个信息 以及市场的一个态度有关 首先呢 当前的时间窗口12月份 12月份的话呢 不管是银行 还是一些 基金还是一些金融机构 更多的是扎张的一个节点 也就是呢 整体来讲 12月份想要总体持续性的方量 觉得呢 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呢 前面有一个事实降准的预期 这个预期的话呢 在它对于市场有个提振 结果呢 今天市场的市场的反应是属于高开低走 好 我们再从细节看一下分钟结构 然后呢 再看板块 好 从分钟结构来就看的话呢 首先 对于市开的一个残论结构来讲 这个位置要做一个当心 接下来的话呢 只要说 不给出强顶分破五军 就是前面这根阳线实体 还能够锁得入不破 它不排除阴阳交替的一个走法 还能玩一玩 如果说一旦给出这样的强顶分破五军的走法呢 防范的是日线的比中枢 30分钟走出中枢 而后的话呢 再走向下的这样的离开段 好 这是对它的一个大的结构 然后再看五分钟 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呢 那么今天高开冲高之后呢 有一个跳水的节奏 这个跳水是没有什么抵抗的 就是跳水是非常的迅猛 创业版的话呢 更加明显 那么用五分钟的结构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从 因为前面呢 它已经 像今天之内 已经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三千六百二十五的位置 而且呢 也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三千六百零二 那么对于当前的 上轮指数 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跟注的话呢 那么它的一个突厌视角 是属于什么呢 从 五分钟的角度来讲 三千四百四十八点位以来 它是可以把它作为走的一个五分钟 中枢的延伸 而后呢 再都像是三千六的离开段 这些的离开段 也就是下方 前面的五分钟中枢 都要上延 三千五百五十点 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基点 就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五分钟是一个 五分钟的线段下回落 不破三五五零 注意 是五分钟的线段下回落 不破三五五零 那么它依然有机会呢 作为五分钟的三类 五分钟中枢延伸 想想离开段之后 给出新的五分钟级别三个买点 回落之后呢 可能还有一个反处的动作 它可能一直短线的 低线高破的机会点 所以说呢 它的一个节奏是 五分钟的线段回落不破 五分钟中枢上延 五分钟中枢上延三五五零 那么它可能还会有一个 向上拐头的动作 但是防范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五分钟 它连线段都没有走出来 而是呢 以五分钟一笔下 直接呢 把前面这个位置给跌破 如果说是以五分钟一笔的方式 直接把这个位置给跌破 那么跌的就是属于 没有抵抗式的下跌 那么呢 在4K上面来讲 必然体现的是 强顶分破目军 而后的话呢 防范的是 走这样的一个反向运动 以3626点位 作为一个欺骗 所以说呢 当前它是面临一个 对于大牌来讲 走钢丝的一个节点上 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 结构的关键点处 好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观察视角 当然有更长的 更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结合刚才咱们讲到的 从3723点位以来 好 它对应的日线的一笔下 日线一笔上 日线一笔下 日线一笔上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只要说不出现日线的强顶分破目军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它完全可以中速延伸之后 完全可以给出一个五分钟的三点白点 再往上 再冲一冲 再冲一冲 看亮的能不能配合 好 如果说呢 给出日线的强顶分破目军了 那么要进一步的 防守 这是对于大盘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创业班指数 那么创业班指数的话呢 其实咱们前面 给出了一个视角 很多粉丝朋友呢 只要坚持去听 应该会有这样的印象 什么呢 咱们对它的态度是属于 从1184点位以来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中枢 这个位置作为第二个日线级别中枢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应了 这是走的是一个日线的趋势上 向上的离开段 也是第二个趋势上的背词段 然后这个位置回撤的话呢 没有突破什么的 没有跌破前面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上延 那么再反弹 当它讲到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对创业班指而言 不突破前面高点呢 可以作为大而卖 好 如果说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它和它相比较来讲 如果说有背词 那也称之为日线的大一脉 所以这个位置呢 大的一个方向上面来讲 要保持谨慎 或者保持这样的警惕 只不过呢 局部具体个物具体分析 具体板块具体分析了 这是大的一个方向 这是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态度 所以从越往上 你反而不能过于兴奋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局部 局部的话呢 其实像今天的剧情 它对于创业版指的来讲 它是一个小破位 为什么是小破位呢 它有两个维度 一个维度呢 是属于本身呢 从前面从高颜色 才前高附近乘压的 在这呢 它是一个小平台的一个破位 就是以这一根阳线 作为单阳不破也好 会前面这位置作为一个小的平台 五分钟中枢组件也好 它都属于小平台破位 第二个维度的话呢 是下方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支撑线 这个趋势支撑线的破位 也就是呢 如果说后面创业版指数呢 不能以强反包的方式 重新回到这个小平台的上方 不能重新回到前面的这样的趋势线的上方 这个位置防范呢 是调整了一个开启 因为它的技术角度来讲是这样的 至于如果说后面能够出现这种 强反包的一个剧情 那么呢它是属于多空平衡 再度走强 继续跟继续玩 如果说呢 后面这个位置呢 反强的时候量都是缩减的 然后呢不断的打入行低点 那么要更加谨慎了 局部挖掘机会要控制仓位 整体来讲要 要呢保持警惕 这是对于创业版指数的一个态度 但是如果说有用看五分钟的结构来讲的话呢 那么它当前 它走的是一个 前面呢是把它可以作为五分钟中枢 延伸来去看待的 那么当前的一个剧情的话呢 它是实际上是属于把前面这个平台给跌破 跌破之后前面去这件跌破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接下来反方的是三连卖一边 就是如果说 后面反周连前面这样的平台都不能进入 不能快速进入 那么它实际上是形成 中心形成三迈 好这是创业版指数 然后再看板块 板块的话呢 在咱们周末的时间讲到过像 适时将适时将军的预期 它对于像金融 然后的话呢 像金融地产类的 然后像周期方向的 像有色 稀土 钢铁 煤炭等等 那么我们来看几个大方向 好 第一个方向呢 我们来看一下金融 金融板块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 证券板块是盘中移动的 但是盘中移动的话呢 其实今天盘中的时间是很强势 但是呢给出一个长上影 那么这个长上影 是属于西安人指路呢 还是属于又多埋人了呢 当前来看呢 首先不管说 它的上影线有多长 从位置上面来讲 它实际上是一个小平台的突破 就是从它的位置上面来讲呢 它今天这个跳空高开 冲高回落 明显的方量 它实际上是前面 这个小平台的一个突破来你看 所以说呢 接下来密切跟踪的一个节点 是这个缺口补补补的问题 如果说把它作为一个突破型缺口 来去看 缺口不补 后始如虎 就是说呢 如果说后面震荡当中 能够把这个上影线给补 以上上补位 那么呢 整个证券板块 还是会有机会点 作为一个新的系列 来去看待 好 如果说呢 把这个缺口一旦补上 一旦补上之后呢 同样的结合 上周五 本周一 如果说结合明天 如果给出这样的一个顶分 中间一个可以见的是个长上影 然后呢 一旦破误军 一旦顶分破误军 那么它就是一个风险点了 不过当前来看的话呢 它是连续的站了 三连扬之后 今天是放量 短时间来讲的话呢 它的五军的位置未必能破 但是呢 今天这个上影线的位置呢 更多的是资金试探 但是呢 市场对于它的态度 是保持谨慎的 或者是存疑的 只能作为资金的试探 而且呢 今天更多的个股的话呢 实际上是属于冲高回落的 好 这是对于证券板块 那么对于证券板块 后面的跟中视角是什么呢 后面跟中视角就以下方的 这样的一个小平台 作为一个 作为这样的依托 如果说呢 它只要说能够 不破 连五军都不破 下面这个小平台 可以作为一个支撑来就看了 所以说呢 像这样的表达 后面呢 如果说回斥 但是呢 它不出现 它不出现这样的一个极速的 只要不出现极速的调整 不出现强顶分的一种态势 那么呢 回落之后 可能还会挖掘一些 低吸高波的机会点 但是今天最高的 估计呢 晚上要关灯吃面了 所以说呢 实际和环境下呢 追高都是要不得的 好 这是证券板块 那么我们再来看 周期方向的 那么周期方向的话呢 对应的今天 其实是属于 全面分化 全面分化之余的话呢 对应的 出名的资金还是比较谨慎 而且我们重点来看 不管是像稀缺资源也好 还是说像煤炭 还是说像有色 好 还是说像稀土泳池 它都属于这样的一个分化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 调整的一个走法 不过好在什么呢 好在像稀土里面 虽然调整 但是呢 它的标杆 还能够一直独秀 好 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 就属于当前 市场核心的因素 还是属于资金保持谨慎 就是资金对于市场的 当前的位置 当前的节奏来讲 对于它的持续性是堪忧的 因为只有持续性堪忧 才会容易出现这种什么消息之后 周五 周五上周五反映 那么呢 本周 上周五提前反映 本周一的话呢 一个高开冲高 然后的话呢 其实从走势来讲 四部分资金开始进行两个维度 第一个呢 是资金出逃 第二部分的话是高利期化 因为今天 从个股层面来讲的话呢 很多 很多低听板 很多高位 个股是杀跌的 好 这是像周期方向的 但是周期方向里面的个股的话呢 我们来看 从板块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因为有些板块呢 它是属于底位移动 例如像电力 电力的话呢 它是前面调整比较充分 刚刚异动 最原来的一个回撤 回撤过周呢 个人认为还是可以挖掘一些 短线的机会点 因为呢 它的反弹的空间并不大 反弹空间不大的话呢 那么 它也属于小平台突破 好 那么像钢铁的话呢 那么像当前是属于 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中枢 延伸 五分钟枢组件 上面一百十四连军呈压 好 那么像稀图泳池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咱们前面讲了 讲过很多次 下有支撑 上有承压 只不过今天呢 落在一千点的位置下方 不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可能只适合盯一些 标杆类型的个股 或者盯一些跟长的 或者盯一些领长的 或者分享标来去 观察它的强弱 好 那么像有色的话呢 那么前面反弹 有小的亮堆 这个位置呢 真的回车过中了 后面你要看它 整个板块是属于 量能是属于温和的 还是属于磁余缩量的 一旦进入磁余缩量的阶段呢 就要保持警惕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呢 像煤炭 煤炭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的这个位置 虽然有小高潮 小高潮库呢 向上不能去追 但是呢 如果有分化 有调整回落 短线的机会点会呈现 我觉得呢 因为它在 一百四十连军员上方 而且的话呢 五十三一百四十连 新生账的拐点 前面呢 量能是由明显来表达的 只不过呢 追高的风险还是比较大 上方有这样的一个 沉压的节点 如果说呢 明天 或者后面 像煤炭持续往下 惯性往下 只要带有体抗式的下跌 不出现急跌 不出现中阴 而是呢 带有小阴小阳 或者是十字心 或者是下影线的走法 那么呢 调整下来过周呢 可能还会挖掘一些 短线的机会点 好 这是对于周期方向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像新能源 新能源的话呢 那么今天它也是一个 全面的一个调整 尤其是跳水的时候呢 新能源它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对新能源方向的话呢 咱们近期一直以来是属于 对于高板块是在高位 那么呢 不同的标的的话呢 也要警惕 就这种高标类型的个股 高标类型的板块 还是要保持警惕的 那么像新能源车 那么呢 本身是新高过之后 量价 呈现量能的一个衰竭 MSD顶背离 好 离电池的话呢 也是突破前面高点呢 但是量能没有跟上 MSD属于顶背离的装填当中 这是咱们前面呢 也是保持 为什么保持警惕 好 那么像特斯拉也好 包括像储能 像光伏 皆是如此 好 那么像风能 包括了绿色电力方向的话呢 它是一个小平台 常使突破 但是也具体前高临近 所以说呢 具体个股要具体分析了 这是对于新能源方向 然而我们再来看一下 像科技类的 那么科技类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实际上 类似于普跌的一个做法 那么从概念板块来讲 涨停分布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今天是一个全面 从盈亏比来讲 是一个全面调整的 就是挑水资金的 更多的板块都是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的话呢 那么对于由于创业板 走得比较弱 就是呢 已经颇位 那么对于 对于科技类型的个股的话呢 那么保持一个 什么的态度呢 聚焦到具体的个物上面 哇 依旧可以值得反复去跟踪 长时间去跟踪 跟踪的是 调整比较充分的 人的近期有量能的 放大的 然后的话又符合 某级别 某类型的埋点 又靠近 就是基本面呢 又比较 配合 那么呢 后面还是会有反复的机会点 只不过当下 对于大盘来讲 守一下上周五的阴阳线实体 创业板址的话呢 已经有颇位的迹象 所以说呢 总体来讲 为什么咱们前面两天 这个节点 总体的仓位 不能重 总体来讲的话呢 保持谨慎 局部依然可以保持乐观 这个局部呢 就考验你的节奏 把握的能力了 好 说行业板块来讲呢 像当前 证券呢 是今天实际上是 估计不少 不少股有的话呢 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 最高的习惯 一旦最高的话呢 今天又是关灯吃面的一天 那么我们再看 个股的一个呈现 个股呈现的话呢 那么今天对应的 同样的 看跌幅比较强劲的 一些个股 那么对应的话呢 更多的是属于什么 属于强势股的一个沙跌 好 像铜峰链子 强势股的一个沙跌 飞马国际 一气富为 顶胜心才 直接点板 像这里个股 你要是前面不深 追进去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是灾难 前面这个位置 颠板下跌 再一个跌停板 连于两三天 三十天的时间 给你跌个百分之二三十 甚至呢 这个位置是三连 跌停板的三连板 这都吓人的事情了 所以说 对于高标类型的 个股的话呢 就是已经经过 主升浪之后 经过大幅度的上涨过之后 他没有经历一定的 风险释放 反而呢 保持警惕 因为呢 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能会遇到 类似的这种场景 好 那么其实会发现的 像今天 很多跌停板的个股的话呢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 强势股的一个杀跌 高标个股的一个风险释放 那么同样的 即便如此 那么有没有个股 走的比较强呢 那么对应的 我们来看像 今天掌停板里面的个股当中 我们快速的去看一下 其实更多的话呢 围绕着超跌反弹 或者是平台突破 底位轮动的一个视角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像底位轮动 超跌反弹类的 所以说呢 对待当天市场的一个节奏点的话呢 核心关键制 就是不管说 不管说机构资金 是否调商换股 还是说呢 接下来 是否会有轮动 或者是什么板块 更多的话呢 还是尽可能是挖掘一些 偏底位 底价 有平台突破 有量能突破 不是单纯的说 跌跌不修的 也是底位底价的 但是没有意义 就是那机可能的挖掘 前面调整比较充分的 例如像 经全华镇的个股 当前这个位置 未来还能不能涨停 我从来不思考上的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个个股一旦 进入短期 进入翻倍以后 或者翻两倍以后 进入多只板 多只涨停板之后 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不值得参与了 有的话 你挺多手下去 是没有的话 不值得去追高 但是在他没有涨上来之前 那么刚刚呈现 这样的拐点处 那么像这种位置 这种特征 如果说呢 有一定的量堆呈现 那么可以去 多去挖掘一点 或者多去跟踪一点 跟踪 可以多去尝试 是对了 吃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吃错了 你只要买入条件 发生破坏 即是纠错 即是立场 不伤筋 不弄骨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做一个总结 总结是什么呢 从当前的一个板块 市场反应来讲的 第一 今天是量能是放大的 对于商人指数 那么说明像周期 像金融 像权重这一块的话呢 他今天是百分之中 是有资金的一个切换的 或者是有资金的一个 尝试试探的 但是呢 整体的资金来讲 还是对于市场来讲 还是保持一定的担忧 或者说呢 不够坚决 不够坚决的话呢 那么而且呢 进入12月份的话呢 整个市场的 在哪个成交量来讲 想要持续温和方大 有难度 这个时间窗口 所以说呢 12月份这个节点的话呢 对应了 接下来 此处而言 大盘呢 看一下上周五的 阳线实体 收不收得住 创业版的话呢 那么观察突破位的之后 能不能反而上上来 沾不上来的话呢 那么总体来讲 保持谨慎 警惕 局部的话呢 那么具体 个股具体分析了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 节点 后面的话呢 咱们再结合 具体的 个股具体的板块呢 做 针对性的一个点评 好 以上呢 只作为 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做我们没一句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 留言点赞 好 再见 再见